她是周总理的秘密妻子 两人共度生死难关 分离将近30年 直到建国后的一天 她突然来到中南海 直言要见总理一面 可让人意外的是 面对这位横空出世的插足者 身为正牌夫人的邓颖超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以家印的标准 盛情款待了对方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百度搜索周总理妻子 获取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53年8月 一位衣着普通的女子 来到了中南海接待处 并向门口警卫表示 自己是周总理的秘密妻子 希望他们能代为通传 让自己进去与周总理相聚 这位女子的话 让警卫们面面相聚 要知道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可是那个年代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典范 两人非常恩爱 甚至都没有当众红过脸 路径